中国春节临近全球多国天年味 行走的年夜饭 中法美食文化高端碰撞 春晚最后一次彩排 中外组合贺星春 春节经济拉动消费升级 科技新物种进入热销榜单 俄罗斯客机失事原因 初步查明空宿馆结兵 获为失事元凶 首先我们来看要过年了 中国的年味不仅是弥漫在国内的大街小巷 其实还走向了世界各地 在美国 美西版货推出了苟年庆祝商品 多家城市的奥特莱斯则提供了春节特别折扣 美国NBA职业南篮协会 从2月2号至3月3号 推出第七年新春庆祝活动 知名球星为中国新年录制了宣传片 加州迪士尼乐园也举办了春节庆祝活动 还打造亚洲主题美食小吃街 感受中国年货味道 在英国伦敦著名的商业街牛津街上 许多商家的橱窗里都贴上了 恭贺欣喜四个大字 还有金色的苟年吉祥物 到处都洋溢着满满的年味 而在欧洲历史最悠久的 利物浦华人社区 也为春节准备了中国梦 这样一个全程范围的艺术盛会 并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0月 预计本周末将会有2.5万至3万人 聚集在利物浦的唐人街庆祝春节 此外 作为中国梦艺术盛会最主要的部分 当地世界博物馆还将举办 秦始皇和兵马俑展 预计将吸引45万人前来参观 如今过春节在全世界都越来越流行 在海湾国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一家商场里 大红灯笼造型别致的生肖汉字 到处都点缀着春节元素 商场中央还搭建了舞台 组织了穿剧变脸 中国传统舞蹈 剪纸展览等中国民族活动 让春节期间前来旅游购物的中国游客 倍感亲切 随着中阿两国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 当地旅游部门预计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选择到阿联酋旅游 春节也就成了当地政府和商家 推动旅游经济的大好时机 在泰国曼谷的梅南河边 有一个叫做火船廊的蒸汽船码头 聚集着很多的华人 春节期间这里其实是会轮番上演 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现在我们就要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感受一下泰国华人的春节氛围 罗魏你好 我听说现在其实前方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景象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当地现在会有些什么样的春节的庆祝活动 好的 我现在泰国曼谷向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 拜一个年 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泰国曼谷 梅南河边上的火船坊 那么这个地方在一百多年前 曾是一个蒸汽船的码头 大家看到我左手边这些斑驳的老墙 其实是一栋中式的三合院建筑的长廊 所以这个地方一直以来被当地的华人称之为火船廊 那么最早华人来到泰国的时候 都是沿着梅南河从这里上岸 然后慢慢地发展起来的 就在这个建筑的正对岸也就是 对面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曼谷的唐人街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所古老的这样的一个院落 也是非常地具有历史的意义 而在去年的时候这边翻新了一轮 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 成为了当地年轻人非常喜爱的一个 休闲娱乐的一个创意的集市 大家看到两边的这些长廊里面 其实都是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创意品的商店 这样的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其实也是慢慢地成为了在泰国的这些华人们 发家致富的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所以说每逢中国的传统佳节 这边都会张灯结彩 非常地具有乐道 也会举行一系列的春节的庆祝活动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些武士的团队 他们今天将会在现场带来一个武士的表演 在下午的时候也会成为今天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角 我们知道其实这些武士的文化 跟随着华人的脚步 漂洋过好来到泰国之后 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特别是在春节期间 如果说你到泰国的这个华人街区去转一转的话 可能会发现比在国内 更容易碰到这样一些热闹的武士的团队 他们演出这样的一个热闹非凡的表演 当然除了武士表演之外 在现场还举行了一系列 其他的一些跟中国文型相关的一些 表演的活动 我们知道其实今天非常有意义 恰逢是西方的情人节 那么主办方当天将会在现场来 演示一场传统的中式的婚礼 那么一对一对的泰国新人 他们将会有机会在今天下午 换上中国传统的服装 来填一场传统的中国的婚礼 那么其实按照泰国人过春节的习俗 在除夕的当晚 就在我们国内要看春晚的时候 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将会上映一场特色的潮州戏曲的表演 而即将上映的剧目的名称也是一门双喜 也是非常的喜庆 非常的复合春节这样的一个氛围 按照泰国人过春节的习俗 华人家庭他们一般会在除夕夜当晚 汇聚一堂来团聚 并且他们会准备一桌非常丰盛的贡品 来祭拜祖先 来拜祭神灵 也是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有好运降临 那么在除夕当晚除了这样一个祭拜活动之外 他们也一样保留了中国这个银财神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那么就在当晚呢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场地呢 行这个银财神的活动 以及相关的戏曲表演 我们这边还会持续的来关注 最后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在这个三合院的镇中江 也就是面对梅南河的这一边 大家也发现了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妈祖庙 百年之前呢 在泰国的这些华人 他们在来到泰国登岸之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拜妈祖 来感谢这个妈祖保佑他们平安抵达 而在这些华人们将要离开泰国 返回中国的时候呢 也首先会先来向妈祖来辞别 在百年之后 这样的一个妈祖庙 仍然是香火非常的旺盛 特别是在中国的农历春节期间 有很多泰国当地的华人 甚至是泰国当地的普通的民众 他们都会选择像这样 富有中国特色的庙宇 来进行一个祭拜的活动 也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一切顺遂 思全 好的 谢谢洛威的介绍 浓不浓的年味 那其实再来说一下 新春之际呢 最有年味的 其实莫过于一顿年夜饭了 近日呢 由中国文化部主办的一场 别开生面的欢乐春节 行走的年夜饭 法兰西之夜的活动呢 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 拉开了帷幕 来自中国的顶级的名厨团队 和法国的米其林新级厨师一块 连妹为中法来宾献上了一桌中西合璧的特殊的年夜饭 为欢乐春节法兰西之夜准备的年夜饭菜单 不仅包含象征着年年有余 龙马精神的中式菜肴 香金雪鱼 中式牛仔骨 同时也有用中国名字 有奉来仪来命名的法式传统菜肴 罗兴仪式嫩鸭牌 那么今天咱们做一个这个熟的牛排 咱们中式的这个做法 主要是让它体现到中国的这种口味 然后这个肉肉味比较透透 比较软烂 在板盘的技术 在板盘的这个艺术来讲 但是根据中国的绘画艺术 它是整个一个斜线构图法 来表现出这一道菜漂亮 我们我们打算的 我当初 Growing 我们打算了一道意大师 一道意大师 我们打算了一道料 八天 十分钟 我们打算了一道菜 这里我们打算了一道菜 为活动特殊设计的年夜饭菜单 将在合作的巴黎米其林餐厅 和高档中餐厅长久保留 以汇集更多热爱中国餐饮文化的海外人士 中餐的美食来摆得就是 用西方的施法我觉得非常好 特别是在法国比较施法国朋友的习惯 这是很好的办法 让法国人接受我们中餐 文化部欢乐春节 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文化活动品牌 以连续成功举行六届 该系列活动在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创新人文交流和传播方式 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发挥了积极作用 央视的春晚其实是中国人除夕夜的一道试听大餐了 昨天晚上的八点春晚进行了最后的一次彩排 在彩排当中有三位流行乐坛的实力歌手 新搭配成了一个组合 一块去看一看 去年歌手袁亚维 迪马西和肖敬腾 因参加同一档综艺节目而被观众熟知 尤其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迪马西 尽管语言不通 却凭借天籁之音征服了广大中国观众 被歌迷亲切地称为进口小哥哥 对音乐共同的热爱 让三位歌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次更是以组合的形式登上央视春晚 同唱一首由袁亚维创作的中文歌曲 迪马西说 他已经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也慢慢融入中国的文化 因此在春晚的舞台上 他一定要用中文歌去表达对中国观众的感谢 北中文 然后特别可爱 他说对不对 我说对对对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很骄傲的眼神 就是他就看我学得怎么样 而且我们三个在一起 就是很开心 感觉因为大家都相互欣赏 对对方的这个音乐 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在一起 好像有一种很神奇的化学反应 祝大家新年快乐 苟年旺旺旺旺 希望你们都健康平安快乐 我们也非常期待着明天晚上的春晚 中国的农历新年临近 多地的年货市场也迎来了高峰期 民众热衷的年货市场 其实也在悄然转变 从之前的囤量到现在的求制 从消费到体验 消费升级在年关集中展现 根据京东年货节大数据显示 旅游出行成为今年销量最高的年货产品 北上看雪的代表目的地是哈尔滨 沈阳和长春 看海的代表目的地则是海口 青岛 厦门 哪里的人爱囤年货 数据显示 广东最喜欢买买买 北京 江苏 上海 浙江 四川 山东 河北 河南和湖北 也都拥有强大的购买能力 北京和浙江用户最喜爱酒类和鞋靴类产品 图书类和宠物用品类年货同样深受网友青睐 根据异地订单数据显示 老年高盖奶粉 坚果礼盒 薯片 微波炉和手机 进入销量单品top5 年货先行 空手回老家成为一种潮流 在年货的采买上 女性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从消费的产品来看 男性更注重体验 智能马桶盖销量 环比增长204% 而女性注重家务 储物箱销量 环比增长229% 双方在绿植上 都有较大投入 80后和90后 同样也是购买年货的主力均 而与非年货节期间相比 60后的比例 也出现了明显提升 网购年货的习惯 已经从年轻人 向年长的一倍渗透 而年长者尤其青睐 保健品 今年人们购买年货 不仅注重商品品质的提升 还注重购物的便利性和新体验 新零售业态 正成为春节消费新的增长点 年货市场上 消费升级趋势尽险 清洁机器人 烹饪机器人 洗碗机 胶囊咖啡机 空气炸锅 真空破壁机等科技新物种 频频机身 热销榜单 分析认为 中国民众热衷的年货 正从吃喝 向生活方式类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人 将健康作为年货的首选 今年的年货市场上 从囤量到求制 从商品到服务 从消费到体验 消费升级在年关集中展现 12号呢 巴西各地的狂欢节庆祝活动 进入到第四天 在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的 桑巴大道上啊 桑巴舞效竞相表演 精彩分成 演员们呢 是身着华丽的服饰 载歌载舞 净显抑郁风情 绚烂的花车巡游 也是让人们看得眼花缭乱 壮观的场面呢 是将气氛推至了高潮 礼乐旅游局呢 就预计啊 今年的礼乐狂欢节呢 将会吸引600万人参加 其中呢 国内外的游客人数 将会达到150万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俄罗斯客机坠毁的后续消息 在13号呢 总部设在莫斯科的 国家航空委员会 发布了公报称 11号失事的 安148型客机坠毁的原因 可能是空宿管结冰 所引发的一连串的特殊情况 调查人员在分析了 失事客机 其中一个黑匣子 记录的飞行数据后认为 飞机上负责监测 并传送大气数据的空宿管 在空中结冰 使飞行员获得错误航速信息 进而引发一连串特殊情况 导致飞机失事 空宿管又叫 航速测量仪或皮托管 是飞机上重要的测量仪器 它一般被安装在机头正前方 或是垂尾等位置 通过管子末端的感应器 测量飞行中 气流产生的压力来判断航速 为保险起见 一架飞机上通常配备 三个空宿管 调查人员给出的数据显示 失事客机起飞后 约两分半钟的时候 飞机的两个速度仪表盘上的数字 开始出现差异 系统在接下来的一分多钟内 两次提醒飞行员注意 飞行员随后出于保障安全的目的 从自动飞行模式改为手动操纵 但是灾难还是没能避免 国家间航空委员会称 飞机两个速度仪表盘 事数差异 可能是因为空宿管结冰所致 调查报告说 为确定失事客机空宿管 加热系统没有启动的原因 调查组将着手解析 另一个有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信息的黑匣子 2009年6月1号 法航一下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 前往法国巴黎的空客A330客机 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 机上228人全部遇难 经过漫长的水下搜寻与事故调查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的最终调查报告显示 这起空难与空宿管结冰有关 调查人员认为 当时在恶劣环境中 失事飞机空宿管被冻住 导致飞行速度无法测量 驾驶员没能准确判断情况 并做出了错误的反应 最终酿成空难 聚焦公司企业感知经济脉动 这些事你要知道 摩根大通被中国央行授权 担任美国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OPPO手机进军日本 抢摊手机市场 拍照手机能否打动海外消费者 通用汽车关闭韩国群山工厂 全球售身为哪班 首先我们来看 中国人民银行13号在官网发布了公告称 授权摩根大通银行 担任美国人民币业务的清算行 那这其实也让摩根大通 是成为了全球首家承担 这样一个职责的非中资银行 央行就表示 这一安排是为了落实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合作备忘录所做出的 目前中国央行授权的 美国人民币清算行 已经有两家 另外一家是中国银行 此外摩根大通 还在去年取得了 承办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公司债成交执照 是首家取得这项执照的 美资银行 我们来看一下 又一个国产手机品牌 是进军了日本市场 主要是针对年轻人的需求的 OPPO手机 目前在日本国内发售 在日本手机消费市场 苹果iPhone手机 曾经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但是现在已经有 四个中国产的 主力手机品牌进入 第三到第五位 均被中国品牌爆揽 OPPO在日本市场的 首发产品为 旗下最新款全面屏拍照手机 瞄准了日本年轻消费者的 手机拍照需求 现已在日本全国 近百家电器商场设专柜销销售 售价为57,980日元 约合人民币3,400元 据统计 2017年日本智能手机整体销量近9,000万部 其中苹果iPhone手机占据半壁江山 各类日本本土品牌占约三成 海外手机品牌在日本市场的竞争相当激烈 我们觉得日本是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攻占了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做日本市场 去积累更多的这种产品方面的能力 包括和消费者沟通的能力 以及为日后去欧美市场做一个准备 一直以来 在手机销售领域 日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 此前包括三星在内的许多海外品牌 都未能成功占领这一市场 华为在2008年首次进入日本市场后 花费了整整8年时间 才逐渐拓展了市场份额 今年旗下的一款主打机型 也首次被日本大型移动通信运营商 作为合约机采用 逐渐被日本消费者接受 我看着有趣的电话 在那里 比较高的价格比较高 可能日本人也会受到的 中国的搭配电话商品牌 非常紧张 所以今后 海外品牌的比率 都会增加 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手机销量排行中 仅次于苹果三星后的 第三至第五位 均被中国本土品牌包揽 格际销量占到 全球市场份额的24% 能否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 和人才技术优势 完善自身产业链 将成为今后 中国手机品牌 拓展全球市场的关键一步 13号 通用汽车公司宣布 因为经营困难 将在五月份关闭 位于韩国港口城市群山的工厂 那近年来 通用汽车在韩国 连续出现了巨额的亏损 这次关闭群山工厂 是该公司在韩国 展开大范围业务重组的第一步 通用汽车在韩国共有四家工厂 将被关闭的群山工厂 主要生产雪佛兰科鲁兹和奥兰多 近年来 通用汽车销量走低 盈利收窄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业务重组计划 其中一大措施是 将雪佛兰撤出了欧洲市场 这导致群山工厂积压了大量库存 产量也从2011年的26万辆 骤减至去年的3万余辆 最近三年的平均开工率 还不到20% 为了关闭群山工厂 通用汽车将支出高达8.5亿美元的费用 还将在未来数周内决定 韩国其余三家工厂的命运 韩国是通用汽车重要的海外生产基地之一 产品出口至美国等主要市场 但是受到全球市场需求放缓 韩国人力成本持续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韩国业务连续三年亏损 累计亏损额超过了2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17亿元 鉴于通用汽车 此前先后放弃了表现不佳的 印度 俄罗斯等地的业务 外界推测 通用汽车也有可能完全撤离韩国 不过公司方面并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 通用汽车韩国公司的产量 在韩国排名前五 供货商多达数千家 相关就业岗位达到30多万个 在目前韩国产汽车内需出口双双不振 去年产量出现七年以来新低的情况下 一旦通用汽车完全撤离韩国市场 将使韩国的汽车产量进一步萎缩 并影响整个产业链及就业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看一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韩国研发自动驾驶氢燃料汽车 冬奥期间投入使用 纽约时装周中国设计师扎堆亮相 大放异彩 日本趣味温泉成为行业新宠 大批国际游客促使传统日式温泉 见显国际法 在冬奥期间韩国车企研发的 自动驾驶氢燃料汽车 投入到了使用当中 往返于平昌郡内和冬奥会的 主场馆接送游客 我们在前方的记者 其实也进行了一个试诚 我现在是在平昌的一个汽车站 那么一会儿我就搭乘这辆 自动驾驶氢燃料汽车 前往本届冬奥会的主场馆附近 这辆车从外表上看 就是一辆普通的SUV 但是在车辆的后视镜 还有前保险杠的后面和侧面 可以说是暗藏玄机 设置有激光雷达 视觉识别摄像头和GPS导航仪 等自动驾驶的核心部件 这辆汽车的另一大特点 就是以氢气为燃料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汽车的加氢口 和一般汽车的柱油孔 是在一个位置 刚才研究人员告诉我 加一次氢气 可以续航600多公里 这在目前现有的 氢燃料汽车当中是最长的 现在的车辆是已经出发了 到平昌冬奥会主场馆的距离 大概是有7公里 虽然不是很远 但是因为平昌地处山区 有很多的弯道 所以驾驶的难度 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为了提高 这个自动驾驶的安全系数 可以看到车辆上是安装了 一个自动驾驶专用的 三维高清地图 这个地图上提供的信息 是非常详细的 包括像这样 车辆经过的画面 以及周围的路况和地形等等 马上我们就要经过 一个环形路口 那么车辆的速度 现在开始放缓了 然后准备打弯 现在非常顺利地 是通过了这个环形路口 经过大约8分钟的路程 我现在是顺利抵达了 冬奥会的主场馆外 一路上我们是经过了 一个隧道和三个环形路口 虽然遇到这样的情况 自动驾驶 汽车的速度都会有所放缓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 还是处理的相当不错的 当然自动驾驶技术 只是无人驾驶的初步阶段 刚才研究人员是告诉我 今后他们计划加强 与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合作 推动移动通信技术 和自动驾驶技术的深度融合 使道路交通能够实现 高度的自主协调 真正的步入无人驾驶时代 1943年 在纽约举行的时装周 开创了服装产业的 时装周的传统 而作为最老牌的时装周 纽约时装周 一直就兼容着 国际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 这几年我们看到 纽约时装周上 开始刮齐了中国风 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中国的时尚 进一步走向世界呢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路透社记者陈一佳 从纽约时装周发挥的报道 现在我是在 纽约时装周的主会场的现场 今年的秋冬 纽约时装周上 总共有156场秀 我们会看到几十位 来自中国或者有中国背景的 设计师的作品 那其实呢 今年已经不是第一次呢 中国风席卷 纽约时装周的舞台 半年前的春夏 纽约时装周上 有至少14%的设计师 就是来自中国 或者只有中国血统 设计师王陶 曾经是播品牌的 总经理兼设计总监 今年已经是第八次 带着自己创办的 高端女装品牌 Terry Wang 登上纽约时装周的秀场 包括特朗普总统的女儿 蒂夫尼特朗普 奥运金牌获得者 多利包衣等美国名人 都曾经穿过 Terry Wang品牌的服装 除了中国的设计师 中国电商也成了 在纽约时装周 为中国设计造势的主力军 京东从2015年开始 连续携手多位 中国设计师 参与纽约时装周 天猫则在本次时装周 举行了中国日活动 在梯台上展现了 李宁等数个 中国品牌的作品 一般消费者不能马上 买到时装周上 展现的服装 但这一次 中国日活动上 展示的很多设计 则紧跟着 在天猫上 就有现货销售 对于多元化的 纽约时装周来说 中国设计师 不但带来了 不同的设计风格 也带来了 快销产业的经验 当然除了获得更多国际关注 如何赢得国际消费者的认可 拓展海外市场 并树立自己的国际品牌 将是中国设计 未来更长远的目标 但我觉得中国设计 真的走向世界 面临最大的挑战 有可能是精良的产品 工艺 供应链 希望在未来 我们不但可以在 时装周上看到 中国设计师的身影 更可以在世界各地 看到更多的人 穿上中国设计 路透社 好的 谢谢一家带来的报道 在寒冷的冬日 其实泡温泉 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要说到泡温泉 它其实也是日本民众 冬季最喜欢的 休闲方式之一了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大量的 同质化的服务 其实也使得 日本的温泉行业的竞争 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那么为了寻求差异化 近几年来 我们看到在日本 就出现了一些 非常独具特色的 趣味温泉 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位于神奈川县西部的 香根地区 是日本著名的 温泉圣地 总面积不足 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聚集了近470家 传统温泉旅馆 这家位于香根的 温泉主题乐园 为了实现差异化竞争 结合吃喝玩乐 推出了包括绿茶 日本清酒等 在内的八种趣味温泉 今年冬天 乐园还特别准备了 热巧克力温泉 游客在享受温泉的同时 还能感受到 巧克力浓郁的香气 甜点师 还会每天两次 拿来可食用的热巧克力酱 煮一倒在游客的手上和身上 为道场游客助兴 乐园还常设有 咖啡 红酒等主题温泉 咖啡温泉使用了 现末的咖啡豆 香气纯正 红酒温泉中 还会不时有工作人员 来倒入法国红酒 传统日式温泉的费用 大多包含食素 价格普遍较高 但这家温泉乐园 主打一日游模式 不含食素费 因此价格更为实惠 每年吸引了近48万游客 近年来 趣味温泉的理念 将有望成长为行业的 一个新增长点 这个温泉过山车 实在是有创意 那说到日本的温泉 其实是闻名狭尔了 那这里就有数据 显示说有九成的 赴日的游客 其实都想体验一下 日式的温泉 那其实这也就使得 日本的温泉旅馆的客户群 现在出现了 很明显的变化 而这样的一种变化 其实也促使了整个行业 在经营理念上 不得不做出转变 日本山梨县的这家旅馆 坐落在富士山脚下 游客可以边享受露天温泉 边欣赏富士山冬日的 优美景致 再加上当地应景食材 烹制的特色料理 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文化习惯差异 文化习惯差异是一个方面 此外与许多商务连锁酒店不同 通过家族继承 代代相传的传统日式温泉 也存在着硬件设施老旧的问题 部分中小规模的旅馆 甚至因为无力承担修缮费用 不得不低价出售 与此同时 近年来不少外国资本成为 日本温泉旅馆的买家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日本一成以上的温泉旅馆 都有外国资本的身影 预计到2020年 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至三成以上 据了解 很多外国经营者会投入资金改造 增设包间温泉 单人温泉等设施 在保留日本传统温泉旅馆特色的基础上 也更加符合外国游客的需求 欢迎回来 最近很流行这么一句话 因为很多人都说 生活需要仪式感 因为它可以让生命中的某个时刻 显得与众不同 让人在很久之后回想起来 依然感受到温暖还有喜悦 新年春节到了 最有仪式感的事情 可能就是来上一张全家福了 它不仅可以定格家庭的美好记忆 其实也会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 昨天我们央视财经频道 厉害了我的国改革开放40年 大型主题系列活动 就联合了腾讯天天P图 特别推出了一款春节全家福的小游戏 幸福照相馆 那据说可以帮大家定制特别版的全家福 有多特别呢 现在你就可以打开手机摇一摇 选择摇电视 找到游戏链接 那特别要提示的是 一定要商传单人的正面的 没有遮挡的照片 那这样的效果会最好 另外呢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就是很多观众在明天会收到一条 非常具有创意的 充满惊喜的朋友圈的广告 点赞会有惊喜 最怕就看到父母 他外来 有时间尽可能多回家陪陪父母 陪陪家里人嘛 一年见不了几次小孩 回家吃饭 就是老头老头 还要我那一坐 都是看这个儿子没回来 还有还缺一个 春节虽然说人很多 但是都是大家对于家的一种向往 就像小鸟要归桥一样 那明天呢 就是除夕了 除了吃年夜饭和看春晚之外呢 其实全国各地呢 也会举办新春灯会 欢欢喜喜迎大年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大家一块去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预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苟年心想事成 全家平安健康幸福 我们大年初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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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